卧槽 兄弟们 看看我们这部小红 跟他妈拉力赛车似的 你再看看隔壁那一台 一样的小红P7 到底是公家的车和私人车不一样 是这意思吧 我想了半天 终于想起来车门上这两个坑是怎么回事了 说前两天 我和小胡去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拜访客户 那天下小雨 情深深雨萌萌的 咱俩在车内还挺浪漫 他开车我听歌 我们在等红灯 绿灯一亮就准备起步 刚想起步就 一声巨响 给我俩这浪漫的气氛就打破了 我们俩这懵逼下车一看 有一个老头 他应该是头磕在我车门上 但是那部飞机动车 离我还有一米五远 等于说他是闯红灯 光机 车打滑了 人就是声未动 声音乐 装在我车门上 我下来就问他了 我说老头你要紧吧 没事吧 他给我来 我暂时没事 行呢 我说你暂时没事 我看我车暂时有没有事 因为太脏了 我让小虎一砍 他说老板没什么事 应该发光就没事了 那我说行吧 没什么事 咱就散了吧 你闯红灯对吧 我也不追究你决论了 所以最后呢 就发现这个事呢 幸运的是 这个老头戴了头盔 不幸的是 我们让他走了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去找一个无魂修复 看能不能原版原期的 把这两个坑给复原回来 Let's go 你好小P 老航到老色P 出发 All right 我们就来到了熟悉的老色P改装店 对吗 去年我那个5系的保养也在这做 然后刚才呢 我们跟师傅就聊了一下 他说这两个坑呢 位置不太好 有可能要拆门板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个情况 你看我们前面和师傅 看了一下这个奥和的情况 对吧 一开始我们说想从窗框下去 看能不能顶出来 那有一个坑可以很完美的顶出来 那么另外一个坑呢 因为被门里的这个防撞梁挡住了 那我们就开始吸的办法 可是很卖力的吸了很半天 他也没出来 他也没出来 你好骚啊 那出不来怎么办呢 还得想着别的办法 现在可能要拆门板 基本上这个活的奥义就是吹拉弹场 惹 吹拉弹场怎么办 这 不关修复有个什么好处呢 其实早前呢 就像局部喷气一样 是用在一些超跑 跑过车上 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卖车的时候呢 起码是原版原期的 这是最大好处 把凹痕修复出来 总归比你去挂粒子呢 要强一些 我们现在呢 凹痕也修复完毕了 车也出狱了 贵妃出狱一样的 焕然一新啊 真的是 我大概上一次洗车应该是半年前 所以说呢 从白天干到了黑夜 但看着自己喜欢的车呢 焕然一新还是很高兴的 你现在来说 大家说 他最后就知道 我们被换静了 我发现了 买到黑夜 那一本来 最后说 我一定要救我 从白天干就 我们下见了 我 我 请脾 我想 我 我们下期再见